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二下列熟儿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一个59岁的香港男人 在深圳玩直立板期间多海适中 标浮一晚后在西贡高楼湾上岸 轻松送院 夏宝龙继续在香港考察 去过深水堡探基层 又与法律和新闻界的代表会面 陈茂波预告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封面是用神器识调 反映对未来一年的期盼 详细的新闻内容 一个59岁男人在深圳盐田 满水上直立板期间墮海 深港两地警方搜索了大半日都没有发现 事主最后飘浮近20公里过了境 在香港西贡高楼湾上岸 他受轻松送院 有学者建议 如果在离岸比较远墮海 身体浸在比较冻的水里 最重要是要减少热量流失 各59岁男人清醒宋远 她的面膝头擦伤 在海上漂流了一晚 要用保温煎补暖 据了解 事主星期六在深圳东大小梅沙一大碗直立板 下午大约4点发信息给太太 说自己体力透支之后失联 太太随即通报深圳当局 深圳海警和本安警方分别在大鹏湾搜索 不过没有发现 事主在香港的儿子深夜报警 水经再协调跨部门 到香港东北面的东平洲沿海搜索 男事主失踪大约20个小时之后 随水漂流到近20公里外 近中午在香港西贡高楼湾上岸 问村民借电话自己报警 探门一带星期六日普遍追北风 时速大约10至20公里 而香港海域水温夜晚也不够20度 有运动学者建议进行水上活动 切物单独出海 也要带备能量坦等的零食和饮用水 万一出事漂浮又可以怎么做呢 不应该再有太大动作的动作 因为太大动作的动作会取消你的能量 加快你的热能流失 你出现一个低温症的机会就会大了 将自己好像抱冬瓜那样 屈在膝头抱一块 这个位置让它飘的时候 就可以减少我们皮肤失业的情况 也能够我们省回能量 有直立板教练就说 如果是初学者最好在岸边活动 他又说如果遇上大风或者大涌浪 就不应该落水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轻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考察香港行程 一连两天都去了饮早茶 这一日亦都试察社 深水堡的社区客厅了解通访户的需要 在香港的第四天行程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八点多 去到黄大仙一个屋苑商场 行政长官李家超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陪同 星期六、星期日夏宝龙都去了饮早茶 酒楼场内设置了屏风 分隔开茶客区和贵宾区 夏宝龙逗留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离开 夏宝龙曾经说香港要告别劏房、龙屋 他去到深水堡用了大约半个小时 参观本港首个由关外基金资助的社区客厅 了解劏房互使用共享厨房、活动室 洗衣干衣房的情况 亦都使用了饭堂的自动饭盒机 我们大家都在做拼携 他首先赚了我们的小朋友 是未来的好悉苦 他跟我说一定会去到这里 北京天安门 夏宝龙问我这些事情不懂 他说不懂 泰山幼洲 泰山大宗 他又问我有没有日日过来 我就有 日日过来这里 我自身家 他个人很好 很爱 徐行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孙玉咸引述夏宝龙说 社区客厅值得在多区推广 说半年内会在深水堡 九龙城区落成多三间社区客厅 我们做的事跟他在北京 看到我们的报导都差不多 但实实在在来到这里 他就自己亲身体会到 因为他明白 劳房户最大的难处 地方很小 他说这是好的方向 实实在在 针对劳房户的难点痛点去做的项目 他鼓励我们继续做好 他形容社区客厅对居住面积小的劳房户 极其重要 保鲜思记者流传入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分别 与法律界和传媒界的代表会面 据了解他今晚和警务处处长萧扎仪 警方国安署和驻港国安公署的人员会面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中午到了政府总部 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陪同 与香港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会晤 代表说曾经就基本法23条立法反映意见 形容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法律界的看法 会面坦诚 气氛良好 社会上可能真的对很多法律的条文 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其实反映了香港是一个多元 还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关于有关的条文里面 我们也提到当然在维护国家安全之外 其实对于香港市民就基本法底下的权利 应该都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我的感觉夏主席是非常之支持香港 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 继续保持我们的国际化这个优势 我得回来的感觉 中央是非常之支持这些外商在香港 继续投资 毕竟香港是一个非常之国际化的城市 夏宝龙之后和大约20个传媒界代表会面 特首李嘉超也都有列席 夏宝龙和传媒机构代表会 最误历时超过两个小时 是这一日行程中时间较久的一次 夏宝龙下午近五点抵达警察总部 据了解他会见警务处处长萧扎仪 掌管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 驻港国安公署和中联办人员 都会和他共进晚宴 无线电视机构 刘慧仪报道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星期三发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封面是神稀色调 他预期今年经济会逐步改善 期望各个行业的经营环境会持续好转 继上次的橙色封面 即将公布的新一份预算案 延续同系颜色 采用神稀色调 陈茂波在网子说颜色的选择反映了 包括对本港未来一年的期盼 早前预告过 今年到赤字过千亿 陈茂波说外围环境仍複杂多变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不明朗因素交绩 影响经济增长力度 但国家经济稳步发展 对本港支持坚实 背靠国家联通世界是最大抵气 遥障机愈化为成果 预期今年经济逐步改善 期望各行业经营环境持续好转 他感谢市民在咨询期间 给予很多宝贵意见 又说面对财赤会更加聚焦 更加有效益 运用有限的公共资源 陈茂波早前曾经说 资讯期内 绝大部分意见都认为 不应该再推大幅度输困措施 母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道 教育经常开支达到千亿 色灵学童就持续减少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应该要削减非必要的花费 有专项教育业界就指 值得多些去投资大学科研 各位嘉宾早上 学生越来越少 政府推算未来几年 少一入学人数可能少于五万 是近年新低 加上多了学生中途退学 去年流失率每一百个学生就走了四个 连续两年 每年超过两万个中小学生到内地或者海外升学 不少学校因为这样要缩班合并甚至是失效 不过同期教育经常开支就年年加码 最新每年度已经突破一千亿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要审视非必要项目的开支 调资源去值得做的范畴 对于教育一直都是很疏爽的 但是荷包真的紧缺了 而且人口是下降 那你就一定要是物有所值 通常批了些钱其实有些是未用完的 有时他们会选要用完它 等下一次都要批回这么多 我希望这次是各个部位 自己真的有一个自觉性 有中学校长就说 近年多了新课程 例如是Steam教育、公民科等等 即使要减资源亦都要咨询好业界 因为每间学校的情况不同 有些学校的职存其实相对是紧绝的 如果我们都期望他们将来都是作为社会的中坚分子 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话 在这方面减对社会有什么得益呢 至于政府用在专上教育的开支 占总开支大约两成半 本身是领大协理副校长的立法会议员刘志鹏说 当局预议建设国际专上教育疏楼 推动创科 专上院校资源值得多投资 不是说我们收多10个学生 收多8个学生就变成了书楼 因为书楼其实里面牵涉到有产业化的发展 科研上的投资似乎是不足的 大家看到我们整年的八大院校的研究经费 可能是内地的领头的北戴清华那些 可能是一家院校一年的经费差不多了 局方早前说大学学费当年没有加过 会检视所有用者置付原则的收费 刘志鹏也同意上桥以增加大学本科的资源 但同时要提供现场学生借贷还款期等的支援 母亲烈士记者刘志鹏问报道 休息一会,回来还会报道 本港第一步轻能巴士投入服务 未来三个月行走九龙区路线 南韩医生工潮扩大 警告如果政府一意孤行 会用一切合法手段对抗 本港第一步轻能巴士投入在客服务 未来三个月会行走九龙区的路线 营运的城巴说会收集数据 报处未来的应用 过百名巴士迷一早到了启德穆安街 为的就是这一步全球第一架轻能双程巴士 三点钟已经来了 是一个重大绿色运输的旅程碑 我上来纪念一下 很兴奋,看到它这么定,这么漂亮,又有型 轻轻人数更多 城巴在第一班车开出之前 大约过半钟节龙 兴巴首航行走来往启德 直到长沙环海达村的20号线 体验和传统巴士有什么分别呢 旁周期就很安静 也没有柴油巴士和电动巴士那么震 也觉得这辆巴士的冷气都OK 是极度足够的 非常舒服,非常舒服 它红横灯停车会稳定 不过会比其他车会快一点 法例所限,轻巴不可以逃经隧道 未来三个月会继续在九龙行走 包括一个月之后 调派到20A和22M线 三条路线都是我们城巴 在九龙区很有代表性的路线 它们可以经过一些主要的降渡 我们希望藉此可以收入到 真实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数据 我们今年稍后 我们会在香港岛也会设立一个家庆站 到时我们都很大机会 会将有关的轻能巴士服务 拓展到香港岛那边 大家明白香港岛那边 地势会比较特别一点 有些山路 到时我们再会采用有关的 营养数据去作分析 城北有说 未来会买多五部的轻能巴士 并且与电动巴士行走同一条路线 比较两者的效能 再决定日后新能源巴士 在车里各占的比例 新增两个港澳自由行内地城市 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鸿说 期望越多越好 香港有能力承受 短期会去到西安和青岛宣传 也会和航空公司等 商讨加密直航的班次 下个月6日开始 西安和青岛将会成为 新增的自由行内地城市 令到总数增加到51个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所话 早在去年年初恢复通关之后 已经开始和内地商讨 主要是考虑人口比较多 经济收益比较大的城市 也有建议恢复一千多行 不过暂时只是加入两个城市 会否和当初提出的距离太远 心目中希望多些 越多越好 但我们也觉得 其实应该是一个 循序漸进会是好些的 我们是有能力足够去承受的 但当然 譬如在很短时间之内 突然扩很多的人 当然可能中间会有少少 少少不唱顺在那儿 2023年一年里都曾出现过一两个 和旅客有关的事件 不过这两个城市来香港的直航机 并不是每天都有 高铁都没有直达的班次 楊玉雄就说 会和航空公司和港铁研究加班 多了客户的时候自然就会开多些班 亦都开多些班亦都会多些客户 我们说的都是两个城市 我也都相信 郭泰作为一间这么大的公司 调动是有可能的 第二我知道他们的目标 亦都是今年是会继续去招聘人手 这两个城市的旅客来香港之后 会否情愿选坐15分钟高铁 去酒店房价格便宜一折的深圳过夜 结果对香港旺丁不旺彩 我想这个签证也未必容许 他可以在某一个时间之内 多次进来香港多次来回 我们也不是从一个 要和人斗平的一个角度去处理 我们有优质的服务 我们有很好的旅游体验 在短期内我们都 我们和旅发局都会立刻去那两个城市 做一些宣传的工作 不过服尝之后 内地旅客不再豪迈 搞为深度有 是否要承认旅游业 对本港经济的推动减弱 150万去带来0.1GDP 其实这个就是根据以前的数字 我们是要看的 就是2024我们要看 但是我们相信 其实大致上会是差不多 他强调旅客来香港之后 不排除令他们将来 想来香港做生意 搞展览等等 有间接经济效益 母线电视机者陈家印报道 南韩医生工潮扩大 一批刚刚毕业的医科生和专科医生 分别拒绝到医院实习和续约 声援罢工的医生 而有近6000个参与罢工的医生 因为拒绝当局的复工令 被医疗机构发出不符合复工证明 在首尔大批医生再次上街示威 争取政府撤回扩大医科生计划 代表医生的最大组织 南韩医学会 下午在龙山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 会后未有透露详情 但是警告如果政府一意沽行 强推医科修生计划 整个医学界将动员一切合法手段 抗争到底 而一批今届毕业的医科生 率先响应行动 扬言拒绝在医院开始实习 据报大部分在月底药满的专科医生 也计划不续药 业界预计未来7至10日 将会是工潮的关键期 南韩实习和住院医生工潮踏入第6日 政府星期日召开中央灾害安全对策管部会议 包括警方和消防等13个部门代表都有出席 政府将设立由检察官 与警方合作的特别小组 为受工潮影响的民众提供集体诉讼的法律咨询 政府的立场仍然强硬 重新会追究罢工医生的责任 包括钉牌和拘捕 煽动医生罢工和集会的召集人 截至上周四 94间主要医院已经有8897人请辞 占住院医生总数超过7成8 当中有6成9人参与罢工 而所有辞职申请都不获接纳 保健福祉部已经向7000多名住院医生发出复工令 有近8成半人拒绝执行 被所属医疗机构发出不符合复工证明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中非近日在南海发生争端 菲律宾指中国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 企图拦截飞方的補级船 并且进行危险操作 中方就指是依法驱离飞方船隻 现场的操作专业和克制 菲律宾3002船 我是中国海警3105舰 你船未经批准 不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岩岛海域 请立即调整好下 驶离该海域 中国海警局表示 过去星期四和星期五 菲律宾鱼业和水产资源局 偏号为3002船 不顾中方一再劝了同警告 执疑侵厂黄岩岛轮近海域 中方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之下 依法采取跟踪监视 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 予以拘离 现场操作专业规范 正当合法理性克制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也发放片段 只要中国船隻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 设置飘浮屏障 上空有疑似中方直升机盘船 防卫队表示 过去星期四 一艘菲律宾政府船隻 向黄岩岛附近渔民 运送燃料等补给 期间遭到四艘中方船隻骚扰 包括一艘中国海警船 其中三艘船和保级船 船头一度相距不够100米 又进行尾锤 干扰船隻应踏器等危险操作 菲律宾传媒说 飞方船隻之后切法摆脱拦截 成功向黄岩岛附近 44艘船的渔民运送汽油和食品 有内地智库就发放图片 质疑飞方渔船排成一列屏障 是有组织的挑衅行为 与渔民生计无关 说法遭到飞方否认 今次是中飞两个星期内 第二次在黄岩岛附近发生争端 中方强调对黄岩岛和它的邻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海警依法在中国管轄海域 开展维权政法活动一以贯支 顿速飞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日美举行夺岛联合军演 新设双方司令部 共同制定作战计划环节 希望加强更高层级部门间的合作 牵制中国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陆战队 星期日开始在日本九州和冲城 展开名为铁拳的联合军演 无以夺回尼岛等行动 预料军演将会持续三星期 日美也将会在鹿鱼岛院充永良部岛 以及冲城远一个美军训练场进行登陆训练 美军的F-35B隐形战机 预料也会在冲城本岛西侧的无人岛进行射击训练 铁拳由2006年开始一直在美国本土举行 去年第一次移私日本境内 主要以训练部队为主 今年就增加日美双方司令部共同制定作战计划 希望加强更高层级部门之间的合作 以大规模军演牵制中国 日美今个月初也举行另一项名为利刃的联合军演 为期8日 据报今次演习的设定是台海发生紧急军事情况 无以日美军队怎样应对 更加第一次将中国撤为假想敌 中国驻日大使馆已经第一时间向日方表达严重关切 并说日方作出澄清 相关报道并不熟识 有批评日本一些势力挑动对立 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 渲染台海局势紧张 不过日本国内有分析说 日本当局不愿意多加评论是避免捉路北京 而今次军演已经清晰传达出 日美同盟有共同战略利益 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政治讯息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导 有时一会 回来有时事中国 欢迎收睇时事中国 内地最大饮品企业哇哈哈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 中庆后病逝中年79岁 在创办人中庆后死讯公布之后 哇哈哈集团官网变成黑白色 附国说中庆后因病医治无效 星期日早上10点半逝世 追思会在星期三举行 中庆后1945年出生在浙江 被形容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批白手兴家的民营企业家 年轻的时候打散工 整车帮补加计 还曾经在农场混石头 收堤坝和种茶 到1987年 他借了14万人民币 承包杭州的校办企业经销部 代销文具汽水等等 1988年因为见到独生子女编食的情况 就开发了哇哈哈第一款儿童营养饮品 1990年哇哈哈已经实现年产值 1亿元人民币 之后更加成为中国食品饮料企业龙头 他分别在2010、2012和2013年 三度成为福布斯排行榜的中国首富 身家一度高达116亿美元 而他也都多次提到 民营企业家要坚守社会责任 他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 是去年12月 近日传出因病要入院治疗 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巡查 中国海警说福建海警的蓝艇编队 今天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执法巡查 其间海警的蓝艇采取编队航行 识别查证 警戒呼吁 喊话警告等的措施 加强重点海域巡查 有效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 切实维护愚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今月14日 台湾海巡部门在金门海域 说一艘福建渔船越界暴流 在追捕期间 渔船上四个渔民堕海 其中两人身亡 福建海警之后宣布 在厦门和金门海域展开常态化 执法巡查行动 美国有人工智能公司 近日在发布新技术 中国科技业界说 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 与美国比较仍然有一定差距 但相信中国在一两年之内可以追上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近日发布新功能SORA 能够将文字最说快速升成为 非常逼真的影片 引起全球关注 而全国政协委员 内地网络安全软件平台 360集团创办人周鸿一说 与美国相比 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认为中国有能力追赶 SORA有限的算力能够重溃出来 所以这是SORA我觉得最了不起 我觉得中国还是有优势的 毕竟Transformer模型也好 SORA也好 本质上还是软件 他又认为在SORA面世影响之下 元宇宙概念在明年有望再掀起热照 至于全国两会 会即将举行 他说届时的提案亦都会 和人工智能大模型有关 又建议中国企业家要拥抱人工智能 提升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新的赛季下个月开落 在赛前工作会议中 祝国足协说会加强职业联赛监管 中国足协执委柳银 在会讯上强调 新赛季全体足球从业者 要由足球领域发生的案件中吸取教训 而中国足协也都将会加强职业联赛监管 强犯赛峰赛己治理 又说接受各界对中超联赛的监督 中超各个俱乐部代表 也都递交了赛峰赛己治律承诺书 承诺不会行跪 操纵比赛等的行为 多国的驻华史节趁着元宵佳节 在北京的外交公园参加唐山庙会 体验一下传统中国节日气氛 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 北京外交公寓 今天举办唐山庙会 设置16个飞围摊位 展示剪纸、皮影、泥素、瓷器制作等传统手工艺 20多间来自河北唐山的企业 也都带来了各类特产和地方美食 多位驻华史节现场试食和买手信 后来到中国来自河北京的旅游 但我没有机会去唐山庙 是一个很美丽的经历 去看看如何中国家人 一起来和分享 在这个重要的年纪 我认为一种最重要的事 我们在中国的计划们 是在中国的文化 是在认识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文化 中国的文化文化 它需要很多年 来认识这些美丽的国家 布隆迪诸华大使馆 二等参赞 黎贝卡就带同五岁的儿子 了解箭纸和玉田泥塑 外交公寓为各国驻华市馆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 各国新闻机构驻京代表处及其人员 在华提供房屋服务 也会定期举办社区活动 他又说外交公寓所属的 外交服务集团房屋分公司 有六个物业 未来会在每个物业举办不同的活动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 张远欣报道 回到最后一节新闻 不过发生交通意外 一个女司机受伤送丸 意外之后 架私家车向右翻侧 车头损毁严重 有零件散落路面 一架私家车下午近一点 沿着东区走廊东行 驾到近和府中心对开的时候 同一架泥头车桑撞 30岁私家车女司机脚手受伤 送去东区医院到治理 事故原因有待调查 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发现 基层在申请过度房屋 和简约公屋的时候 选址是最大考虑 建议当局加强配套支援 简约公屋计算环境 支援服务辅助脱贫 未来几年 政府将推出的过度房屋 和简约公屋单位 合共有五万多个 但大部分选址都不在市区 社区组织协会去年11月至今年1月 以问卷访问345名基层市民 调查入住意愿 发现选址是最大考虑 在比较入住市区 或者新界房屋项目意愿的时候 若有两成受访者不考虑入住市区 不考虑入住新界的就有三成八 调查也发现六成有在学子女的受访家庭 有兴趣申请简约公屋 当众六成三人说增设服务 帮子女转校会增加申请誘因 超过七成就关注区内的就业支援 协会要求政府加强配套支援 已经入住过渡房屋的住户 就希望当局延长租期 最好能够被非长者单身人士住到上楼 协会建议在简约公屋落成后 继续保留过渡房屋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鸿说 经济差未必令到城市减少 至于昨天刚刚结束的 巨型红森园服装置活动 引起利益冲突的争议 他说暂时见不到相关制度要调整 政府近期大力推动城市经济 不过原定下个月举行的 国际著名品牌Dior 香港蓝装时装展最终延期 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鸿说 对方没有解释原因 不过他不认为近期经济前景不明朗 会影响本港政事的数目 经济不好是会令到有些公司 财政上相对上比较紧张 但也有人可能会觉得 正正经济不好 我需要扮演一些大型的项目 去催谷他的生意 或者提高他的知名度 展出过几星期的Tropi Hearts 巨型红森园服装置 获政府资助大概780万 引起值不值的讨论 楊阳红就说审视过项目 相关费用是有需要 也可以推动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 不过负责批出资助的委员会 主席同一个委员分别是 那个装置所属品牌 在香港分店的业主 和承办今次活动 引起利益冲突的争议 当局就强调他们有做利益申报 不过又没有备值讨论 楊阳红就说 属于闭门会议不透露细节 强调委员会有跟足指引 不认为制度有需要改 申报的时候可能就由会 大家去决定究竟 需不需要备值 或者需不需要参与 我想是看那个程度 有一个行业委员会里面 完全不可以有行业的人 又不行 你有行业的人很多时候 也有利益 你是不是所有都一定规定 总之逢是关的事 他就要备值 不如不要委任他 近期接连有艺团表演 举行的前职突然被杀停 个别的成员都被指在2019年事件 曾经作出具争议的举动 是不是意味这类的人 未来很难在香港 进行公开的艺术活动 我想我们不是这么看的 过去几个月 我们在香港做的艺术 表演艺术的演出其实有很多场 也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在那里做 其实你整体来说 我相信其实这几件事 都不是占一个多数 大家仍然是可以去 做自由的创作等等 至于那些人 估计香港很多人都有 很多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评论的时候 是不是了解了所有的事 其实这个都不知道 他认为事件不影响 整体文化艺术的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 陈家印报道 在住城市发展 香港的战前堂楼越来越少 有业主和机构合作 将战前堂楼改造成为社区空间 活化旧建筑 上环这一带高楼能立 不过在隔房里面 仍然可以找到这栋战前堂楼 它建于1926年或之前 被评为三级历史建筑 你今晚车是什么 楼下地铺成为了街坊的最脚地 一些老友寄喜欢来这里车衫 这个项目近年在多区尋找吉铺 团队看重这里人流多 将地铺变成社区空间 给公众使用 这个三叉喉 其实聚集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经过 我们经常都说它是一个社区的 一个anchor 是让街坊可以自由出入 去使用 还有令大家的凝聚力更加强 这个社区空间项目得以落实 多得业主的支持 业主几年前买了这栋战前堂楼 希望将它活化 但发觉私人保育原来不简单 如果我真的想拆掉它 我随时可以拆掉它 最多被人骂 但是我们看到香港 其实是越来越少 这些历史文物的堂楼 其实当初我都挺失败的 如何做个保育 或者是如何可以对得住建筑 或者是像这里那样 有个社区空间是给他们用的 很幸福可以遇到一个这么好的业主 他给了这个地方我们 令到一个这么有意义的堂楼 一个新的生命 有研究说港岛和九龙 近年剩下大约160座 战前堂楼和洋楼 当中大约六成 没有被评为历史建筑 负责这项研究的学者 希望当局提供更多配套 鼓励私人业主保育旧建筑 现在大部分战前堂楼和洋楼 就是私人拥有的 除了一个维修资助基金之外 商议怎样才是一个经济由因 会否是用到这些战前的堂楼和洋楼 就可以减免差项 或者某些税项是不用加呢 令到叶子龙租户更加倾向保留 使用这些建筑物 而不是拆掉它 无线电视机者 廖天站报道 加沙战事的停火谈判据报有进展 初步计划暂时停火六个星期 换取尾巴双方释放人质 以及比较缓物资进入加沙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开战近五个月 负责挖船加沙停火的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等代表上个礼拜五 在法国巴黎和乙方代表谈判 美联社引述埃及官员说 会上已经救思一项新协议草案 包括暂时停火六个礼拜 乙方会先释放以老约妇孺为主的三百名巴人 而哈马斯就会释放四十名妇女和长者 也会容许运载救援物资的货车每日进入加沙 双方也同意在停火期间 继续就释放更多人质和永久停火谈判 据报以方将会在下个月十日 即是穆斯林齋戒月开始之日 定为哈马斯释放人质的死线 哈马斯的代表未有出席谈判 但华尔加日报引述埃及官员指 哈马斯的立场有所软化 拼战条件包括暂时停火的时限都有得谈 前提是乙方要释放更多巴勒斯坦人士和在囚人士 并且要从加沙逐步撤兵 等8人可以重返北部居住 据报乙方也认为这些要求有得谈 但对于被加沙人民重返北部 和承诺就永久停火进行谈判有保留 以色列总理奈塔利亚湖宣布 会在战前内阁会议批准在加沙南部拉法市的地面行动计划 包括迁移当地平民认为只有结合军事压力和坚定谈判 以方才能达到这场战事的目标 不过他的计划似乎未获国民支持 独拉维夫星期六晚有反政府示威 警方出动水炮驱散 有多人被捕 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马克龙重申反对乙军全面进攻加沙南部拉法市 法国官员表示 两人都同意落实以巴林士廷火协议刻不容换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布道 非洲肯尼亚有人将菠萝叶废物利用 制造成实用物品 这帮人走入菠萝田 他们不是要采集果实 而是要收割又粗又硬的菠萝叶 农民说过去在菠萝收成之后 只能够将叶丢掉或是烧掉它 现时可以将它们 以每颗大约7毫子港币的价钱 卖给当地一间新开办的蛇企 这间公司收到菠萝叶 就会连同当地妇女 先将一块块的叶撕开 用机器压成纤维 清洗之后晒干 然后放在小腿上搓成粗线 接着就可以即成做鞋的布料 製成时尚的布鞋 16棵的菠萝叶就可以做到一对鞋 以大约330元港币的零售价出售 社企负责人说每年收割菠萝之后 剩下的叶多达7亿吨 很多时都是会烧掉它 现时用来做鞋可以减少碳排放 并且为弱势社群制造就业机会 母线电视记者陆子旗报道 7点半新闻报道完毕再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